云林西罗文心国小校长吴俊玉 上任第二年就把这一座农庄小学 改造成一个儿童的快乐天堂 现在小朋友们一下课就抢着要往图书室跑 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们带你一起去看一看这个梦幻的阅读图书室 小朋友开心热闹的读书生 萦绕着整个阅读室 这个漂亮空间是云林西罗镇文心国小崭新的图书室 您看得出来这原本是厨房吗 那因为我们就有三位美老专场的老师 那这个就是他们老师设计的 设计成海底隧道 颜色很鲜艳 学生会很喜欢 空间很舒适这样 就算我们不用很认真推阅 学生只要愿意进图书室来看书 我就达到这个目的 为了推广阅读 云林县近年来推出书海书海计划 各个学校也都挤尽脑汁发挥创意 为的就是要让小朋友们爱上书本 你有读哪一本书 正经围坐也好 舒服地坐在地板上也好 只要是有效地阅读学习 都是被允许的 而且小朋友们还有专门记录的小本子 我把我看我这本书的心格写在阅读书里 纸箱做的借书柜 引人注目的海豚造型电风扇 这些大部分都是老师们自己的创作 花费不多 却处处可见学校的用心和创意 难怪每位小朋友 脸上都充满幸福的笑容 新亿坦的电视刘美兰 料理分台湾云林怎么的